就是去吃了一次飯 不到一個禮拜人就沒了 我父親他是在今年的3月19號 對他是在3月19號的中午 差不多11點多到這個保齡茶室用餐 然後就是點了一份炒果條 差不多用餐時間到12點半左右結帳 吃完飯之後 什麼 吃完飯之後他就是在回家的路上 就已經開始有症狀 那回到家當天3月19號 3月19號的晚上 他就開始 他就當天他就是開始腹泄 然後腹泄了大概30幾次 那因為當時那個諾羅很很流行嘛 所以當時就覺得這樣就是很 很大量的腹泄 所以隔天一大早 也就是3月20號的時候 一大早他就去診所就診 那當時醫生也是說 這看起來像是諾羅病毒 然後就是也是開了相關的腸胃的藥 那父親他回去用了大概可能三四次的藥 那當天回家 因為拉肚子的關係 所以都是吃 就是洗飯這樣 後來其實這個拉肚子的狀況就 就止住了 然後是一直到 當天就是3月21號的清晨 他開始覺得不舒服 全身倒汗 就是整個床枕頭全部都是濕的 然後到早上的時候就是趕快叫了救護車 因為當時他已經沒有辦法就是自行就醫 所以就叫了救護車之後 就就來到星光的急診 那當時因為他的心臟可能遇到汗 然後很虛弱 心臟就是跳得很很很問亂 當時曾經一度以為是心肌梗塞 後來經過檢查之後發現排除 就是排除心肌梗塞的情況之後 就把他轉到普通病房 轉到普通病房其實他精神都還很好 就是都還可以有所有效的 但他在普通病房的時候 他就是有覺得他的胃食道很灼熱 很不舒服 當時以為是什麼胃食道逆流 但就是這部分我不太確定有沒有給藥 但當時其實他在當天 那應該是已經是3月21號了 對他就是當時覺得不舒服 然後3月22號的時候就是精神不濟 所以一直在試睡的情況 那當時雖然他已經沒有腹瀉了 可是當時可能還是覺得有腸胃性的問題 所以醫院是給他進食 然後打葡萄糖 然後但也就是做了很多抽血的檢查 但當時他的手就是已經都是呈現水腫的狀態 常常抽血打針已經沒有辦法打得到或抽得到 然後到當天的凌晨 他覺得非常的虛弱非常的不舒服 就他的描述 他是說就是像當天要送醫院的時候 那樣子的虛弱無力的狀態 那醫院也是緊急給他就是抽血 凌晨4點的時候就說他的血糖過高 凌晨6點的時候說他的肝指數到14000多 那當時其實有考慮要換肝 但可能當時的狀況不是那麼的理想 在3月23號的下午2點多 他就是送到加護病房 送到加護病房的時候 他還稍微可以一些簡單的應對 譬如說他想要上廁所等等的 但後來基本上就情況就越來越差 醫生就是說他肝跟腎都處於衰竭的狀態 一直到3月25號上午醫院就跟我們說就是裝了葉克膜 3月26醫生也是說衰竭的很嚴重 用洗腎所有的生壓的藥都給他上了 就是要看他自己有沒有辦法度過 然後到今天上午的時候 醫院就是打來說他的心跳已經停了 就我父親他一直都是一個非常健康的人 沒有任何肝的問題 沒有任何腎的問題 就是去吃了一次飯 不過他一個禮拜人就沒了 他一個禮拜人就沒了 這部分我們已經有跟醫院說 我們是同意相驗的 就無論如何一定要查清楚是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案是有關保齡茶室儀式食品中毒案件的一個 內心的調查 那因為是在113年3月26號的晚間 那有醫院的通報 目前醫院通報是有六人 食用餐點了以後 有出現了噁心嘔吐腹脹虛脫腹腹腹腹等 疑似食品中毒的症狀 那很不幸其中有一位死亡 那另外是在台北市政府 他在3月24號25號有前往機查 那現場有查有業者沒有提具的相關健康檢查的報告 那刀具沒有區隔放置 還有病煤排泄物等不符合GHP的一些缺失 那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他有令業者限期在3月27日改善玩具 並擇日要再復查 為機查當日現場已經沒有食餘的檢體 可以供抽驗 那其他有抽驗的包括刀具 一些塗抹四指針兩件環境的檢體 那對於保齡茶室儀式食品中毒案件最新的調查 那在昨天晚上 食品藥物管理署有會同疾病管制署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還有獨立專家 一同前往現場了解食材原料 還有製程可能會導致中毒的相關環節 那疾病管制署在風險評估的建議的部分 其實也有針對一些食材 我們在現場都已經有先抽驗 包括有高麗菜、豆芽菜、櫃條、紅喜菇、香葉蘭還有醬油等 這些食材都已經有抽驗 那食藥署將會跟地方政府衛生單位 機關署共同來調查 而且也會持續的去諮詢專家學者的建議 然後完成我們檢驗的調查以後 迅速向民眾說明 那在這邊也再一次的提醒 倘若近日有前往前宿店家食用類似的餐點 有產生疑似中毒症狀者 應該要盡速的就醫 而且也要保留食語的檢體 以利正確的診斷跟治療 這個是有關保齡茶室食品中毒的案件